大家好 有人經常問GCLINE是藍還是黃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藍還是黃 首先我不像KOL 我們是 我們成功入住了這個立法會 我當了立法會議員 好開心 我真的去看她的YouTube頻道 好厲害 半句壞話都不說 別人稱呼林鄭 不是叫做林鄭 是叫做林鄭月娥女士 我們要跟足這幾個字說 這次說什麼呢 當然是說這件事 我當日有問過一個大陸的朋友 我說你怎麼看這件事 很敏感 尤其是現在香港和大陸人 當然我不是那些很黑心的 明知你不合格 我不是故意去尿別人的痛處 我為人 大家都知道 聽開 我問她 其實我是想知道 你們有沒有內幕的資料 因為她是體制內的人 什麼叫體制內呢 她跟我分享了一個資訊 大家都覺得大陸海龜浸過鹹水會吃香些 原來不是 以後如果你想入體制內 包括公營機構 政府人員 政府有投資的公司 海龜的人要做背景調查 什麼叫背景調查呢 可能查你老爸老母 十八代祖宗 然後你旁系 知系 所有的財產 背景 信貸 什麼東西都要查 好還是不好呢 那就不知道了 這件事 就是我今天想說的 就是胡陰語 還是胡新語 胡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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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鑑� 胡鑑 這個人呢 十五歲的中學生 去年十月到現在 三個月失蹤了 終於圓查到 有聽過蕭若鑑的 都應該知道 這個男生的這件事 我想說的就是很簡單 不要調十幾億中國人是智障 有很多人說其原來不覺得 台灣的恐龍法官煩了幾人也提過 也很說准百個 又不用死,在美国,加拿大也是,开了十几十枪,几百枪,杀了几十个人 都可以不用死,很 funny,最多都是永远不能假释 日本都有,退任的长官,我忘记他叫什么,安倍 有很多人去捐钱给他,叫他轻判他,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民族,什么外国情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他 我只是想说这件事,虎先鱼这件事,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发生 你说什么拿零件,在人的身上拿零件走,我心想,大佬当然不会这么傻,要甘比老母的腎 贪他够老吗,你猜立场吗,但是他的腎怎么来的呢 他是高价收购啊,还是找人配合型,拿一个很巨的金钱去叫别人捐给他啊 还是我已经ready了,已经配好了,你一来,我就可以给你呢 我不是阴谋论,实实的的的,我先说这件事 江西南昌一个贩卖肾壮的组织,拘捕了一群十几个人 有医生,有护士,有公营机构,说的是一些医疗机构的老种 还有有一系列的,别人是流水作业的,是很well prepared去做这个生意 好过你卖保险,你一走进去,已经选到你最喜欢的腎了 瑞士山区肺? 说的是五个月,你猜有多少宗生意成了? 换腎而已,就是江西吗? yes,南昌 不会吧,我想几十宗吧 23个 哇,根本都很厉害 他是养着一些年轻,二十多岁的年轻是最受欢迎的 难道真的是甘比老母吗? 你是怎么样呢?未死的时候养着你,当然是禁锢 咦,这么不幸,Blood test,咦,positive 你配对啊,大佬对你啊,你就上手术台咯 哇,这么恐怖啊,像养狗那样 他是真的拘捕了,这件事是实的的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所以揭发到呢? 咦,不是,不关事,人家已经之前是判了 喂,还有,美女贪官,贪了200亿,判了多久? 18年而已,喂,有些人呢,我不知道黄丝是什么 话洗米华判18年很多 我觉得一点都不多了,是吧? 他帮那么多中国大陆那些贪官啊,黑钱啊,走资啊 哇,还有他都承明了很久了,他太高调了很久了 现在才出事啊,真的,喂,是不是都享受过啊,对不对? 然后,中信副行长贪污9.7亿 他最串呢,他说一句话,是吗? 我不要现金,麻烦,是吗? 你现金那些太cheap了 他明下,不是他明下啊,他人头户口有十几间公司 这个人真是很厉害,他是可以呢,投哪个标是他去起草啦 审核批不批那个,都是他 当然啦,副行长怎么会有这么高权力呢? 真是没人知道了,关不关那些啊? 什么突然间,一会你走过去说,哎,我拿钱,哎,不好意思啊 你说要什么啊?哎呀,我要帮儿子交学费啊,你拿学费单来啊 你说哎呀,不是啊,我妈急病要入医院交手术费金啊 手术单,交费,缴费单,你不过拿来 喂,瘋的,现在是我的钱放在银行啊,扑街 比是我的钱放在老婆的户口啊 哇,都麻烦啊,我拿钱啦,你怎么证明啊? 中国大陆现在很多银行都是这样的,我不是老吹的 大家自己如果有亲戚在大陆可以问一下 哦,那当然啦,因为疫情这几年 不关事,不关事疫情 是那些银行已经把钱推出去,借出去 给人家什么,什么什么,投资啊,哪里啊 他没有钱给人家禁,所以就搞不了 另外一个,一个书记,是吗? 嘟嘟远的书记,1200万现金在家里找出来 人家说什么,青年啊 哇,千多万都青年,真是不得了啊 带的呢,就有这些,小的 我呢,跟这个香港01的记者一样,都是看抖音的了 我又喜欢看抖音,在那里写新闻 他又喜欢看抖音,在那里写新闻 有一条年轻,就不知为什么 走了进去人家的动物园区里面 去拔那只孔雀 他是摔起那只孔雀,好像我铁鱼那样 不停坐落地下,他想坐死那只孔雀 搞了一大轮,人家的工作人员扯回去出来的时候 当孔雀那时,他老爸有没有不出来的啊 当个年轻走到就来出去,回回围栏外面 他老爸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唉,这些就是优秀父母咯 不是只有一单而已,另一单 有个妈妈,不知为什么 那个园区可以很近距离跟孔雀拍照 那个妈妈竟然在沙坡,可以在孔雀身上 拔了一条毛,是现场有人拍片 拔了一条毛出来给他的儿子 喂,我这么迂父,我这么厉害 我的儿子,我都没做到这一步啊 真的有时呢,大陆那些老母呢 是很,怎么说呢 很灵费的 整件事很疯狂 对了,最近又有一单,有个女人 她就说,喂,我手上抱着的小朋友 就很明显是不计人啊 那你又怎么会不让我坐的啊 那个司机就说,喂,你不当他是人而已 但是他是人来的嘛 那可能这些什么说话呢,就比较难听了 那个老母呢,就... 一刀飞剑,就吐到那个司机叔叔的面 噢,咱们拿瘦 是的,然后呢,那个司机叔叔就当然啦 你是不是傻的吗 站在那里被你移动吗 一拳打下去 那这些东西,真的无日无之都在大陆发生的 不要说那么远啦,我们香港啊 是不是团马线啊 发现金啊 不是我奶奶最喜欢的那些金啊 是稿稿人的金啊 就是有些人就会说 香港什么时候会变成这样的 唉 哇,你见得少的而已 我都说试过在深水埗 一个早上我走过 我见到有个阿伯 走一走一走,穿过开浪褲 摔下庫浪,就有一块金掉了我地了 哇,整件事是连贯性非常之高啊 还有是完全没有违禍感啊 好明显是习惯到我到处都是这样的 那就是这样的了,没办法啊 那我说回正题啦 虎仙如这件案呢 其实都有少少像当年 1999年啊 我都还没做这个 还是黄花大龟女的时候 彭楚迎案,见不见是谁 陈方安生过阿哥 死在陈方安生过阿哥 所拥有的物业内的一个模特 不是模特,个个都是模特 那这个人死了四年 已经化成白骨了 那条颈子呢 已经脱了,头掉到垃圾桶 一开头的时候呢 警察一进屋就是说 谋杀案啦 哇,一个小时不够 就说是尸体发现案 那这件事呢 具体是怎样呢 那我就不多说啦 那这个虎仙如这件案 真是当所有华人是白痴啦 那首先呢 警方通报呢 三个月之后呢 发现了一具吊死的尸体 就是这个储量仓库的外边围墙 旁边的树上面吊死 那我就比较深宽体伴 我呢 就百多磅 那一个米七的男子 还要看照片 我相信我和她的身形呢 是吧 虽然不要说哪个大脚一点啦 一条鞋带 两条鞋带 三条鞋带 我觉得都不能够吊我们 吊一百日咯 要不就是我先吊脚断 跌下来 是吧 不可能一百日之后 还是好像蠟鸦那样 被人挂着那棵树咯 哇,他好像在森林里面 发现那些二战的散兵 被那些降落散 吊死了在树上的感觉 我说到 首先呢 他妈呢 虎仙鱼的妈妈呢 一直都没放弃找她的 他自己又给钱 他舅父是有间公司 都挺有钱的 就有去自资 找了千多人去搜山 又请警犬 如果你告诉我 那条人 不要说那条人 那个尸体在那里吊一百日 而警犬是没有发现的话 我觉得是侮辱了警犬 还有呢 在警方说有 地沾式 我不知道是否是香港那么厉害 地沾式好鹑 守到ering 突然间 你可以从那里发现 你真是当我们傻子 首先 尸体 不要说尸体的味道 我住的不是高尚地區 整天在升降機上發現老鼠不臭氣 飛上升降機頂死了 我不知道是否有得進去 升降機頂 升降機死了 我是狗鼻 通常死了一兩個小時 我已經嗅到那股氣了 就立刻叫保安哥哥去拿走 你說一條乾絲 現在不是說屍體 是說鞋骨 一開始說屍體現在又說鞋骨 一百日會沒有尾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糧瘡每天有人出入 有人在那裏過 一條鞋帶有兩條鞋帶 還要他死的時候身上只有十元 還要衣服是調轉穿的 我死的時候我都死了 我怎會調轉穿 這個很明顯是中國版南可兒事件 南可兒突然走上去 人家的水槽在那裏 倒轉頭向天 這樣動下去 死真飛頭井 都不會那麼冤 而且他的腳掌 現在被人說是平衡於地面 如果我掛蠟鱷 我相信我的腳應該是 地指尖向地面 還有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要刪除CCTV 一個十五歲的小孩自殺 就不可能要 我要自殺了 我要避開學校的CCTV 偷偷地走出去死 我也死了 我告訴你能否拍到我 但是為什麼我出去了之後 要刪除CCTV 第一件事是學校的 那個剛頭老師和校長 刪除了CCTV 還不是第一時間 告訴爸爸媽媽 我真的不明白 還有一開始是五十萬 最後是二百萬 傾道的和解金 如果不關我的事 學校有個小孩自己 厭學也好 拍拖 徒學也好 你走了 我為什麼要給你二百萬 你真的當我傻嗎 是啊 整件事很離奇 這件事很不得了 為什麼一百天後突然發現 律師突然申請刑事立案調查 以及申請二地公安調查 屍體飛了出來 什麼叫二地公安 當你如果是家屬 要跟律師談完之後 就覺得我不相信你們 徵辦那些人 那你就請其他地區的公安 或者是更加高層 去派二地公安調查 但是批不批 又是你本地公安的senior去批 如果真的有這些事情 他肯批的話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你也知道 官商勾結 這些地方化的問題 一定很厲害 怎麼會沒有 任何國家都有 問題就是如果你覺得這樣 我可以申請其他地區的人過來 都可以 但是之前唐山那件事 你申請了二地 現在的女兒在哪裡 究竟是有沒有死呢 沒有人知道 這個糧倉 實的的又有鎖 又有人攀門 為什麼這個十五歲年輕人 又可以這麼容易走進去呢 是不是 吊死一百天 竟然沒有人知道 究竟是他本身 想著 啊 我先躲起來 嘩 那麼多人找我 哎呀死了 躲去哪裡呢 我突然想著 一百天之後 都是死了 這樣啊 還是我已經 一早已經死了 嘩 屍本身是封得好 屍體是有些特殊處理過的味道 不是普通一些屍臭 有那些屍蟲的味道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件案子的話 重要啊 如果我一早死了 那我一 首先他應該是一早死了 因為已經是呼骨了 他不是剛剛的新鮮dead body 重要啊 為什麼消失了 是不是有人覺得 嘩 全中國的網民都關注 高度關注在那裡吵 那如果你們繼續查 會不會查到更加多的保護傘呢 我覺得那個兇手不是高明啊 是高層啊 很明顯一定是啦 其實說真的 如果是聰明的 我不會讓這條屍體再出來 可能我會找一個 那如果繼續慘怎麼辦 可能我會找一個 跟他很相似的人 可能在第二個區域裡面拍張照 可能是後面拍出來六四面的 起碼證明他還在山 那你真是留馬車啊 喂 你這條屍體 假設你被人拆零件死的 你這條屍體出來一定會出事的 對 你怎麼都會出事的啦 什麼保護不保護傘 現在你做得很好嗎 那你這條屍體一定是有東西被人叫的啦 但反而我 拿某一些相片 放上網去說 原來他還沒死的 可能他家人就會 沿著這個希望 去順頭摸瓜 可以嗎 帶個風向走 我講這麼多話 其實我是非常愛國的 以下代表本台立場 中國的人口失蹤案並不罕見 根據北京非營利組織 中文社會救助研究院數據 2020年已經有100萬人失蹤 平均每日失蹤2739人 但是這個同學仔的CCTV片報 學校各個地方 所以才引發特別多關注 中國人權律師團這兩個星期 將這個本案和同期人員失蹤事件列為 2022年的十大案件之一 這些事情應該是天天都發生的 所以我們是很愛國的 一定不是一些什麼 城市傳聞都市傳聞 是我們想多了的 新聞哥 實的的一定不是傳聞啦 好啦 今集完啦